有很多朋友說會上來搞屯廢 但是說了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他都還沒給屯廢 其實我介意不介意 我不介意 因為現在是五月尾 其實八、九月屯我怎會不爆 你已經知道了 我怎會沒有 但是既然你說得那麼堪實 又叫我等你 等我 然後又每次放飛機的時候 是什麼原因呢 我跟大家說 就是深大深小的原因 就是猶豫不決的原因 就是怕被人搵笨的原因 就是怕被人逼去買樓的原因 他說不是呀不是呀 讓你說我剛剛不行 全部是藉口來的 有些人說你不要那麼偏激 不要說得那麼準 譬如說 我真的很想跟 每一次見到我 我很想跟你去馬拉 其實你跟我聊天聊天 你不用去討好我 你很想跟我去馬拉 你說很想跟我去馬拉 我不會覺得我好 很感謝你 我只會覺得你很理睬 你快點 因為要找個地方逃離香港 好了 報團 結果 我其實之前有說過 我就算我給個一年給個十二個月 每個月都開一團 他都報不到的 不斷就是屌氣 你有沒有津子有氣呀 你有沒有老母子死了呀 剛剛公司也下不了價 永遠都會有藉口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給藉口去 阻礙自己 但是為什麼人不會有這樣的事呢 因為 他只要做了第一個動作 就是我打算跟啤梨哥去馬拉 旅行團 然後 只不過是因為我有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就圓滿了他整個人 在一個失敗人生之中 或者失敗了去馬拉 那個旅途之中的說法 為什麼呢 他跟別人說什麼 我真的想去 或者自己跟自己說 不過我真的因為什麼什麼 人是很想過癮的 是很喜歡自己騙自己的 他從來不會 令到自己覺得自己 我從來沒有想過想去 因為他知道馬拉是好的 為什麼他不肯改變呢 我只要用一個例子 未必一定是 你可以套入任何東西 不是一定要馬拉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他沒有勇氣 有些人跟著說 我不跟你呀 我們一家大小 你這樣反而沒有東西去搏 但是其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承認 但是其實 一樣是 他找一家大小來騎劫了自己 害怕改變那種懦弱 你將這件事情 延伸開去 其實什麼事都可以套入 而你最後是發覺 即使你最後是很有錢也好 在你人生裡面 我相信你臨死 一定是滿大遺憾去走 含恨而終 因為為什麼呢 你從來不夠膽去爭取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講一百次我們大家都知道 爭取那樣東西 我都沒有說理想夢想那麼偉大 爭取那樣東西 就是人生生於世上的 唯一目標 是唯一 而你竟然是不夠膽去爭取那樣東西 然後找到很多藉口去騙自己 這個才是可怕 你問我如果我今天死了 我沒有遺憾的 因為我對每一樣東西 包括女人也好 錢也好 事業也好 我一定是爭取的 沒錯 你問我遺憾就是 如果現在死了 就是我看不到我兒子長大 正式 如果不是我沒有遺憾的 我是因此而跌到一身傷 我說要做就是要做的 遲一點 慢一點也好 一定要做 絕對不會說 她的旅行也那麼麻煩 屌你老母 還要叫我留位 我留你老母嗎 怎麼說呢 為什麼呢 永遠都是 付錢就是留位 這件事我不用再說了 大家明白了 不付錢就不要說留位 又說 甚至乎說我為了子女什麼都做得出 屌你老母我跟大家說 我再說多次 現在香港政府就會找你每一家殺一個 就殺你的兒子 你就是誤會還多 仍然是那樣 就坐著哭 難道跟警察死了嗎 要怎麼殺了我 因為你的總製是賤 你怎麼想都簡單 你買個芒果 你怎麼想都要問我幾個 問我幾樣東西 老實說 大家接觸過我都知道 你問第一句問第二句我就吵夠你 吵你了 這麼笨蠢買個芒果 吵你了好嗎 我報個旅行團 又沒有人叫你買樓 又沒有人叫你 你現在問一下 跟我們那些團友 沒有買樓是否給他們打 是否會不會給他們吵